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要講的是 JOJO的奇妙冒險外傳 岸邊路半移動也不動的真人劇 2021 真的是時隔一年的更新 從去年的劇情中 我們可以得知 劇組改變3集原先的單元劇 將其改成都有所連結 而這次也一樣 有隱藏的主線6B版 那今天要說的第一集是《跑者》 那我個人也是有講解過動畫版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重溫 這裡也不多加贅述 就來簡單的講解一下 真人劇版的《跑者》劇情是什麼樣呢 路半老師一如往常的在做手指運動 只是做到一半就被人打斷 有兩位房屋重劍來辦法他 其中一位前輩重劍 各種拍馬屁的話都準備好了 只是關鍵的是 他連老師的名字都念錯了 這下就尷尬了 只好下跪道歉 讓後輩重劍恨殺野 而他們的目標是故意抬高價格 讓路半埋下土地 順便問了老師 為什麼漫畫家要買這麼大的土地 其實為了素材根本不用這麼認真 路半老師回答 買土地是為了要畫漫畫 我需要真實的題材 為了讀者看到真正好看的漫畫 為此就算閃氣千金我都可以 我對金錢跟名譽都毫不在意 這讓重劍知道自己講錯話了 要回去的時候 老師使用了天堂之門 在重劍的臉上寫上 要跟自己誠實交易後 畫面一轉來到了咖啡廳 路半老師正看德斯塔艾爾的畫冊 小孩突然出現 希望路半老師能為自己簽名 那由於是在開會中 編輯出面說不方便 但路半其實已經幫小孩簽名好了 這裡應該是還原動畫的6B版中 為殷石等人簽名的場景 那給讀者福利亞 這讓編輯金香小姐很壓抑 路半這樣會做這種事 路半再次強調自己是很看重讀者的 那這次找金香其實是因為有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希望那項集名社預知點金費 因為自己破產了 原因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的 買了土地 老師告訴編輯 那個土地可不應八岸 是有妖怪的土地 所以作為畫漫畫素材可說是剛剛好 那之前的劇集中 表現得明明超迷信 要去買富豪村房子的金香 竟然說 妖怪怎麼可能存在呢 這裡我覺得改變的不太好 不過小問題而已 我們繼續 路半老師回答 不是你信不信的問題 重點在於它真的存在 也就是說 這是自己的友人A 獨作路半本人發生的故事 所以本集主線開始了 路半在健身房健身 突然有個叫喬本羊馬的男子 跟自己搭話 說路半老師 練得很好 肌肉的設計也很棒 羊馬給人一種健談的外向青年 而這裡加了個設定那就是 羊馬本身很喜歡跑步 對橘啞鈴之類的其實沒有什麼熱情 再來健身房跑步的羊馬 突然被別人請求換到其他跑步機 因為這是他們常用的 所以羊馬只好離開健身房 到外面跑步 這裡我也不太明白 明明其他跑步機上都沒有人 他們幹嘛偏偏要找羊馬那台 而羊馬也幹嘛不去用其他台 真的是一個謎之操作 但實則是為了我前面所說的 為了鋪成隱藏的主線 六B版的伏筆 那總之跟動畫一樣 在吃飯的時候 跟女友講說 之後幫自己的隱私 調整成蛋白質為主 這次吃義大利麵太胖了 再出去跑步消耗熱量 真人距離還添加了一個橋段 就是羊馬在浴室裡根本沒在洗澡 一直照著鏡子跑步 看著自己正在跑步的肌肉 營造出一個 詭異肌肉模仁的氣氛 之後就是出去跑步的盡頭 以及跟動畫一樣 羊馬用女朋友的錢買器材 然後不爽送火源 再到跟陸伴第一次競賽跑步 因為陸伴作弊推倒遙控器 所以羊馬沒有幫自己的跑步機停下來 而跌落輸了 這裡有個小細節 就是羊馬說 為了鍛鍊肌肉 自己玩具得到的演出機會 明明一開始是為了接到演出機會健身的 所以陸伴有說發現了羊馬的氣質變了 羊馬為了復仇繼續跑步 然後幹掉妨礙自己鍛鍊的女朋友 還有看不順眼的送火源 跟之前要自己讓開跑步機的兩個人 並向陸伴發出復仇戰的邀請 跑步機是倒向窗外 蘇家會直接墜落 而西北老漢陸伴當然是答應的 不過要去搶遙控器的時候 手指被折斷了 因為羊馬認為現在連20公里都不到 根本還沒有認真起來 所以陸伴趕快用天堂之門 這才知曉了前面的劇情中 羊馬發生的事 發現了現在健身房沒人原因 是羊馬把健身房設定成關門 而且礙事者都被幹掉了 而羊馬強大執著 在陸伴離開一下子查看屍體時 就從天堂之門的能力中回復意識 要陸伴回來繼續比賽 陸伴為了不要被直接幹掉 而且自己也對接下會發生的事 哇很好奇於是繼續比賽 那這次陸伴就搶不到遙控器了 不過羊馬卻也不是幫自己的跑步機 而是幫陸伴的跑步機停下 因為陸伴之前用天堂之門 已經先寫好了 因為陸伴如果強到遙控器後 是幫自己停下 而正在從驚恐中等級 慶幸著勝利的陸伴 卻突然聽到一聲 陸伴老師 讓陸伴嚇傻了 從此告訴自己 要反省自己的好奇心 但就那麼1%就好 總之這個故事告訴編輯後 編輯精湘覺得這故事沒有出現什麼妖怪 就只是都市傳說那樣而已 而陸伴回答 幽靈會附身在人身上 而妖怪則是附身在地點 原來陸伴在用天堂之門看羊馬的時候 發現了原來羊馬平時跑步的地點就是六壁板 而這就是陸伴買了土地的所在地 這就是前面我說的伏筆 是為了帶出這個六壁板 所以劇情中一有事 羊馬就一直在那邊跑步 不是因為劇組偷懶而是暗示觀眾 這個地方有問題 最後本劇在新聞放出有失蹤的女性 在六壁板的山山中被發現就結束了 簡單來說 跟原作的對比之下 最終決戰確實比較沒有那種緊湊的感覺 原作中是在跑步的過程中氣氛逐漸緊張 陸伴知道只要倒下就危險了 即使手指被折斷也只能繼續跑 而羊馬更是令人感到害怕 像是倒著跑步的詭異姿態 目的是為了打破落地窗 而其他無視天堂之門的能力 帶來的短暈暈爵 繼續跑步 陸伴看見所有事件的起因 都是在跑步機上完成的 不管發生什麼事都要繼續跑下去 都讓觀眾更加緊張 陸伴要怎麼辦 所以我認為在真人劇中 改編讓陸伴沒多久就倒下 以及讓羊馬因為天堂之門倒下之後 又重新開始跑步 就會讓原本已經逐漸鋪墊好 又開始高潮的節奏瞬間冷掉比較可惜喔 而且因為本劇沒有進被跑出提升 所以在最後逆轉身的部分 改成陸伴是早就寫好讓羊馬 替自己停下跑步機 而不是瞬間行下 這裡的改變我可以理解 因為一邊是時間不多 必須臨場反應 另外一邊是有中場停下 所以可以老生再在 只是我覺得最後讓羊馬牽連點逼格 那就是掉落前的眼神 那是都能殺 告訴了陸伴他沒有輸 只是再次輸給了他的作弊 純屬有點可惜喔 而為了之後祖先的靈動 也將羊馬是肌肉之神 賀爾默之神的代表 這點可以砍掉了 變成熱愛跑步 在六臂版被妖怪影響的人 讓逼格降低也不少 但是我可以理解 畢竟是為了後面的祖先瞞下伏筆 所以真正令人可邪的部分 我還是覺得就是 陸伴老師在原作中 對於自己這次事件的反省 我覺得幅度有點少 可以再多瞄顯一點會更好 讓陸伴老師對這件事情 帶給他的恐懼感再加強一點 但是整體來說這一集 並沒有什麼不好的 可以說是中規中矩的改編 那就讓我們期待下一集 話說其實我還蠻訝異的就是 真人劇版的暗邊陸伴 會比動畫版出得還快 甚至動畫版續作一點消息都沒有 當時動畫上架Netflix的時候 我還以為不用多久就會使出 暗邊陸伴移動也不動的動畫續集 結果竟然沒有 不過我相信以本作的高人氣 應該是還有機會會繼續出動畫化的 那我是Rex 喜歡可以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